现在已经在新疆实验所谓的学习营了 新疆的模式原则上是被封锁 但是越来越多讯息传出来 只要呢维吾尔人有其他的想法 你想搞僵途对党不利 或是有人四五人躲起来忘义中央 那对不起啊 我对你都会采取特殊的行动 不论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刚才我说是社会信用评比制度啊 最初的结果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分数不及格 你不能买高铁的票 你不能买飞机的票 你不能搭乘大众啊运输系统 那对不起啊 革命的要件不就是组织的串联吗 当代的组织的串联呢 除了交通工具之外 就是传训科技的进步 请问现在中国内部压力这么大 那中共为什么能够避过 过去我刚才所说历朝历代的那个 兴衰胜亡的周期 第一个过去有人民公社的控制制度 跟控制的这种方案 现阶段呢习近平创造了一个 新形态的我们说叫做科技威权主义 用这样的方式呢 把每个人乖乖的锁在 公司单位学校机构之中 但是啦 这股社会能量何时会在爆发 因为中共他自己最了解 因为自己搞革命造反出家的 为了避免自己顿路这样的轮回 所以呢他必须采取啊 这么多的社会共治的措施 所以刚照宇嫂讲的啊 习大大呢现在 他有这么多这个监控的动作 可见呢他这个案子的 这个位置做的是多么的胆战心惊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呢 很多我有权力的人呢 手下总是要有几支这个暗黑部队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到呢 在国民政府呢跟共产党啊 可以说是缠斗最激烈的时候 台湾原来有这么一支暗杀部队 这支部队呢里面有分好几支啊 其中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这一支九一部队 据说他是取自于九死一生的这个灵感 这个部队里面呢每个人都有暗底 而且每个人都是狠角色 后来还据说练了这个一生 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功夫 你真的跟好像在演电影一样 学伟 我们以前在大陆国共内战期间 就大家记得说代曆的情治系统 那里面就很多执行那种暗杀任务啊 可是你知道吗 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 到了1967年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样 他们突然就又想起说 我们干脆再来组织一个暗杀部队 可是那个已经断了那么多年的情治系统 对不对 你这样要组织一个暗杀部队 你人员就很虽然有情干班啊 对不对 可是说实在话 这些人都是正统的情报人员 你要加执行暗杀任务的话 又有一些困难 所以那个时候1967年刚成立这个暗杀部队 那个全名叫做全能工作队 对不对 那个什么代号就叫做九一工作队 他总共招收了五波你知道吗 就九一九一二九一三 其实还有女生叫做四一工作队 你知道吗 好了 那个时候他招收这些人 那来源怎么办 所以后来他们就很聪明了 把全台湾所有的那个少年感化院 把这些年少年爱羞怕什么 全部找来 那时候找了一千多个人 找一个大操场 那你一千多个人干什么 叫他们开始打群架 打群架 所以一千多个人打 哦那个场面很壮观 一千多个打群架 打到最五个人没有倒在地上的 就是这五个 就是你的五个啦 对不对 所以这五个找过来之后 哎 哎你可以哦 这些人全部屠销案底 行其全勉 那可是你就要乖乖的听我的啊 我今天叫你做什么做什么 对不对 好那你来了 哎你不可以说只割烤打架了 这是街头记忆 对不可以上战场的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开始严格训练嘛 你要执行暗杀任务的话 说一下就聊 那个时候你知道总教练叫李克练 队长是谁 就是李达球 他的大弟子 你知道那个这两个很有名 你知道你在武术界你搜索一下 这两个以前是老奖总统的贴身四位 你知道 而且两个人什么 精工气功跟男权背腿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请郎相授嘛 把这些小孩子你看 那可是来的时候你底子本来不好啊 对不对 你只会烤打而已 你没气功底啊 所以你练这个功夫的话搞不好全身伤嘛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严格最训练 最严格的训练 你知道吗 那刚开始就要从你的身体开始练起 他们那时候每天要穿六七十公斤的那个铁砂衣 穿在身上 对 而且穿上身上还不够喔 你每天早上起床 穿上去之后就要从北投训练中心开始跑到阳明山 还要爬山喔 对啊 跑上去之后你要在中午直接要跑回来 跑回来之后开始怎么样 吃午饭对不对 吃完午饭 凯夕就要睡午觉 你说这好过去睡午觉 不是啊 他睡午觉怎么睡你知道吗 怎么睡 每个人把那个棉被放在大太阳下面晒 晒得热热对不对 每个人盖七条棉被就盖在身上这样 大热天你要盖 那你盖了七条棉被又这么热对不对 晒过的棉被烫死啊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他们讲说这个叫做蒸骨啊 蒸骨 蒸你的那个骨头有没有 让你那个气功底子可以开始有那个啦 还有这招喔 那你就开始 接下来下午就做一些什么 什么功夫的训练啊 什么乱七八糟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练气功喔 那怎么练你知道吗 每个人睡觉不是盖棉被 他是盖什么 盖石板 盖石板 上面再铺了铺满了鹅卵石这样 总共20几公斤就盖在身上 你睡觉这样 你呼吸都已经喘不过来 他激发你体内那种对抗的那个气啊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在练气功练基本功啊 想练功的不要学喔 这是因为旁边有高手在旁边看着 可以随时救你 一般人不要学 可是我跟你讲 最最夸张最恐怖是这样 他在训练训练的过程之中 你可能在跑步啦 可能在睡觉或干什么对不对 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有冲出好几个人 手上拿着铁棍跟木棍 就往你身上开始招呼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这样打 他说久了之后可以练成你 你身体那个 强筋健骨是吧 对强筋健骨 铜皮铁骨啊 对对 你知道吗 他们后来练到最后果然是有成效的 真的啊 他们这个男生喔 每个人身上都可以让吉普车压过去啊 没事 这么厉害 女生是要让摩托车可以压过去 你知道 好啦那个这是基本功 对不对 在基本功而已 对啊 因为以前你看代曆以前 他们那个情字系统在练气功 因为大家都练夹子有底的啊 所以你知道他们连蹲马步都更加不一样 早期那个情字人员蹲马步的时候 你这个背脊要夹起来 要夹一支笔耶 用背脊夹一支笔这样子 夹一支笔就在蹲马步你知道吗 之前洪金宝就曾经 就来台湾找那个李达球那个队长 他就跟他讲说 你只要能够夹这样站一分钟 那洪金宝果然是练夹子 他这样站了一分半 他也可以夹是对 可是站了一分半 他就受不了这样 你知道好那这是功夫对不对 那内功对不对 那你接下来学一些男拳北腿啊对不对 那他们之前就教你一些什么 英爪功 铁砂掌 铁头功 甚至还有壁虎功 你知道吗 壁虎功 因为你每天穿那个铁砂衣的话 这样在练习过程之后 你突然卸下来就身经如燕 真的耶 之前那个李达球 他有一次就在北投训练中心 那时候老蒋总统要去视察 你们这到底是练到什么情形 我要看一下嘛 那个时候李达球就表演一个壁虎功 就当场从一楼爬到六楼 再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 一楼爬到六楼 再从六楼上面跳下来 现在毫髮无伤你看 不过那个李达球曾经讲过 你要练这个壁虎功 除了前面的练习之外 其实你要在施工之前 要三天禁育 你不能碰女生 不能够做那件事情 他说我这样的话 你爬到一半就卵脚会掉下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 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有一招叫做 英爪功 他常常表演的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不是用铁的开瓶器 铁的 他就把它套在手指头上面 放在桌上 他这样拍下去 他不是拍手指头 他是拍那一根铁 那个开瓶器 断的不是手指头 我们一般人拍下去可能断的是手指头 当然啊 可是他拍下去断的竟然是那个开瓶器 这么厉害 所以那个铁人 你知道我爸以前也是情智人员 拍出来 我爸以前也是情智人员 他就我从小就听他讲以前 你有没有用过吗 没有没有 所以我小时候很乖功课很好 就是这样 身上很多洞 看着木洞口袋 你知道我爸那时候 我常听他讲就觉得 真的很恐怖啊 你看 我们在讲说这个一般这个纸 大家都可能说 有被那个纸割傷的经验 割到哇 所有的流血啊 有时候很利 他们是讲说这个纸都可以杀人 你知道吗 没有杀死的话也要封喉 就是让你不能够挨声音出来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都是有气功底子 用力罐这个纸被这样 可以把纸变成铁片 而且我爸那时候常常讲说 他那时候在撤退的时候 他是进行敌后任务 要去销毁一些重要文件 他们身上有时候那时候 有时候连枪都没有 对 他们要带笔啊 笔 或者是到处看得到的东西 或者一条铁丝 你知道 铁丝要干什么 铁丝就是把它弄成锯齿状 切成那个锯齿状之后 可以这样直接这样 一套上去就把人家锁 啊 不过每个人身上一定要带一颗手榴弹 这颗手榴弹在干嘛 不是要退敌用的 只有一粒而已 一粒 那要干什么用 就是你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 要销毁之前来不及 已经被包围了 已经被抓到 对不对 你要怎样把这些资料文件东西 都抱在一起之后 引爆手榴弹 让它一起爆 而且要尸骨无存 你不能让他知道你是谁这样 天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 后来实在是很可怜 那你说训练这些九一工作队 这是男生对不对 第一批训练的是这些不良分子 可是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还是要招训一批女生 所以后来有了所谓四一工作队 这四个女生你知道 那四个女生啊 除了练习这个像跟 他们训练跟男生一样 不能够打折扣啊 对不对 可是女生对不对 你情报人员的话 有时是要用美女生 我们之前不是看到很多那个共叠 都很漂亮的 都是那女生嘛 其实那些女生也都有 基本的一些功夫的训练 他们在训练过程之中 比男生多了几样东西 就是你每天在饭后之后 他们就要求你喝一大桶的蜂蜜水 蜂蜜水要干什么 喝下去养颜美容啊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化妆品 对不对 你要保持肌肤很漂亮 晚上睡觉的话 两只手要涂满蜂蜜睡觉 为什么 因为他的手啊 你有练过功夫的人的那个女生的手 你如果让练家子一看就知道说 你有练功夫 他就会容易被起疑嘛 所以他晚上一定要保持 手上肌肤很漂亮 所以是涂满蜂蜜睡觉这样 然后手第二天就很滑嫩 当时出任务就看不出来 你有练过 就不让你知道说你曾经练过功夫这样 那这个私立工作队最有名的 就有一次在香港出任务 因为那个时候 国共两方啊 就在香港常常很多论坛 有的亲共有的亲 中华民国嘛 亲台湾这边 他们就很多就比战论战 那里面有一个你的总编辑 每天都写那种攻击 讲世父子的那文章 他们就很火大 你知道就派这个私立工作队把他讲 他们半夜三更前到这个 从家里面从外面这样爬墙爬上去 爬墙壁这样穿进去 把他里面的人 家里面的人都制服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女的总编辑捆绑 捆绑之后包起来 用棉被包起来之后 哎这几个女生 竟然把这个女生就这样扛着 扛到哪里扛到海边呢 就直接一艘船 就直接运来台湾